Lio聊四季 天眼多更新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要來看達魯P圖對上哥德的對決 好 那我們先來講哥德 哥德這個文明步兵非常非常便宜 到地王Style六五折 相當相當的省 再來就是他的吃野豬的話 攻擊力有加成 然後攜帶肉類也會多一點 所以他前期打這個棒棒 是有稍微一點小小優勢在的 那通常這個棒棒打法也 我是有看過黑暗直接棒棒ALL IN打法 然後也是玩哥德 但其實效果並沒有那麼好 我覺得還蠻看這個對應的 對手如果對應不好 棒棒很有可能就一套帶走 覺得這個棒棒之後到封建時代 一升級變裝甲 大量裝甲在那邊參與房子跟建築物 我真的受不了 那他上封建之後再出一些戰錨 就可以康克弓箭手 的這種情況 這個哥德這個戰術其實是蠻危險的 但成功率比較低啊 因為會玩這一招的哥德玩家比較少一點 所以這個我們就稍微提到一下就好了 好 那剛剛講那個打法 還有一個會成立的原因是因為 哥德他封建時代開始攻擊力 對建築物的攻擊是有加1的 雖然他在大量的裝甲步兵打這個建築物的時候 非常非常的好用 所以這個哥德有這個打法會在用誕生的原因 也是這其中之一喔 好那哥德的話他的織布技術是可以立即研發好的 但是還是需要支援 再來就是他地方時代會加死人口 所以哥德打到後面還是有一個小小的人口 又是上的一個補陣 就讓他哥德不會這麼弱的原因 好那其他科技我們就後面再講 好我們來講達魯皮圖 達魯皮圖是我們的新文明喔 那他比較 對於新文明來說他算是比較難上手的 因為他並沒有太多的經濟加成 他維持的加成就只有每生一個時代會加200木材而已 那你們也知道木材是這個遊戲裡面最容易取得的一個資源 所以這個經濟加成並沒有給他太大的一個優勢戰 那頂多是在上封建時代跟城堡時代的時候會有個小小的差距 那就是封建時代200木頭可以讓你更快撒田 那城堡時代的話 那也可以讓你比較早下這個四級 或者是兵工廠 還有農田也是 雖然是一個小小補陣喔 但是這個補陣只有那一瞬間而已 所以我覺得他打大後期的話 經濟控管來說會比較嚴格一點 通常經濟不太好的時候就會直接倒了 因為經濟會越拉越大 然後很容易就打輸 好 那再來講一下他的軍營科技喔 是有減50%減免的 所以他出劍勇是蠻快的 但是他很奇怪喔這個文明 這個文明他是有那個劍勇的 所有科技都是有的 但是他是沒有騎兵的喔 這個文明也很奇怪 他是沒有騎兵的 所以有些玩家 不知道達魯匹圖還是會出這個僧侶喔 想要去遭這個騎士 但殊不知達魯匹圖是沒有騎士的一個文明 好 那再來講他的烏茲鋼 達魯匹圖的烏茲鋼可以讓步兵跟騎兵可以無視對手的防禦喔 那這場是哥德人的情況下 其實哥德的進攻 進防是不高的喔 所以點這個烏茲鋼的效益值其實沒那麼大 那就要來講下他的這個綻毛 他的綻毛跟象弓攻擊速度會提升25% 所以他打這個綻毛 所以是蠻有效果的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惡棒棒加刺猴 過來直接一個進攻想要來拖一點時間 那由於達魯匹圖的家裡 地形不太好 所以一定要出個棒棒拖個時間比較好 你看他的地圖 算是比較開闊一點的 只要是這種開闊地形 通常都會出棒棒去拖一點時間 讓敵方比較難 在封建初級 直接到對手家裡 到自己家裡來亂 好那打這個戰術會有個問題 那就是他的封建實在會晚一點 那如果對方打一個極限肉馬的話 可能會出事喔 但對方是哥德 所以這個戰術成立的可能性比較低一點 這邊要不要補個房子啊 這一步補 只用村民護靠 就去騷擾 像這樣子 棒棒 他的 核心的打法並不是要解決村民 然後只是要騷擾 然後 讓村民去追這個棒棒 然後一追就拉走 一追就拉走 然後就可以讓哥德這邊操作空間 就要越來越大 這個手術的消耗速度就更大了一點 所以你們看這個 有人會打三棒棒二棒棒 二棒棒的差別就是 沒有想要擊殺村民 就是單純拖延時間 那也不會點上這個裝甲 那如果是三棒棒的時候 大部分情況是會點下裝甲 差別大概是在這裡 好 那這邊 哇靠直接四棒棒 這更狠 好 四棒棒然後存了一百四十肉 那看來是要直接點裝甲 原來裝甲是差不多這個資源 好 那裝甲點下之後 欸喲 你看這兩隻棒棒拖到這麼多村民 採資源的時間喔 真的很賺 這兩棒棒出的很有價值 好 那WP圖家裡狀況其實不太好 你看這個很難尾阿 就算要用這個TC聯訪 也要從這裡圍到這裡 好 不管怎麼說 他真的要聯訪的話 消耗的資源量太大了 可能還是要打一個強軍士 守住家裡就好 比較好守一點 不然現在這個情況要維持的話 上城堡很容易會輸人家時代 因為你畫圈更多維家的話 你的農田 灑的速度就越慢了 那死無自然就會少 那就更難上到這個城堡賽了 走 裝甲步兵過來看一下 欸 有嗎 欸有有有在維 他居然意識到了 這邊剛剛敲了一下 扣了一點血 所以這邊有意識到裝甲過來了 好那棒棒 這兩隻棒棒精 做到他們該做的事情 所以這個棒棒其實不控也沒關係了 主要先把家裡控好 然後開始出這個弓兵 欸 但是 剛剛有提到 這個只有戰毛有加25%的攻擊速度 所以這邊出小弓的話 只能單純就是要來防守這個 裝甲的進攻 並沒有要用這個 額外加成效果 那如果在戰毛大戰情況下 這兩個哥德還是有點小小優勢在的 好我們這邊先加速一下 看起來這邊應該是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OK小弓追裝甲 先來追一波 會不會秀一波操作呢 看起來沒有 好那戰毛過來 直接硬結 哇這可能會掉兩隻小弓 欸沒有只掉了一隻而已喔 其他有點閃過了 好加力補殺更多的小弓 那這邊手推車點下了 一級拔木也點了 但是哥德沒有點一級拔木啊 連一級農鐵也沒點 呵 喔哥德這邊是完全無視經濟啊 那這樣子 他會有點小問題喔 這樣好人會出死了 好那這邊小弓直接過來 進來騷擾 但是這邊戰毛沒有防禦 防禦點好之後 就可以來繼續攻擊 但是這邊 哥德戰毛是沒有加一攻的 所以他這邊射程有點小出對方的 小弓 但是數量一勾大的話 還是能解決掉一些喔 好那這邊戰毛跟小弓的混合體 直接來硬打 那我還算不錯 這邊戰毛有25%的傷害 但是這邊 喔戰毛出太多了吧 十幾隻的戰毛 呵呵 那由於哥德安了十幾隻的戰毛 所以他這邊 經濟一上喔 輸了達魯P圖上乘一點時間 但也順利的手下到城堡時代 欸算是一個不錯的一個開局啦 好那順向城堡時代指頭 點下一級木跟一級農田 所以我們該補了 好那這邊補下一級 法金跟一級農田 二級色奴兵 都點下了 好並沒有想要打奴工 不是奴工 相公 這邊已經出了大量的工兵喔 所以這邊工兵應該是直接進去 然後用二級色直接開打 好這邊加速 繼續看 然後這邊投車出來 好這邊在鐵你看 就是他在TC一下喔 在這個下面 還是可能會被這個奴兵射死 好來看一下 砸一下 哎唷砸到了 看一下這個血量 欸唷扣的有點多 看一下這個 能不能砸到點東西呢 哇在砸 欸沒事沒事 穩的穩的 好後面有兩隻小弓也在燒了 哇這邊 WP圖稍微的進攻還不錯 那這邊WP圖順利開了3TC 哥德也是3TC開局 二級法木二級農田 WP都已經點下了 以目前狀況來說的話 哥德經濟是非常非常慘喔 你們看這個資源量也都知道 真的很明顯 哥德現在 有一個經濟上的問題 導致他的二級木跟二級農田 點不下 那這邊率先點一下的WP圖 又開弄 然後又先把經濟科技點起來狀況 哇這個經濟差距會拉得非常非常大喔 而且WP圖這邊還點下輪走了 基本上該點的經濟科技 WP圖全部都做了 哥德這裡什麼是 反而是只點了基本的一級 挺跟一級木 那這個輪走也沒有點 那這邊哥德可能經濟會有點慘 我們再加速一下 兩邊也撤退了 好這邊工兵 在這邊 這邊 撤兩隊 左邊一隊右邊一隊 然後在家裡蓋下了城堡 再來手機點農田 好右邊有小弓 但是回來 在中間這邊蓋個城堡 手一下 好這邊 欸這邊點一下一級弓 而且還點一下護衛技術 欸看來是要打這個編子兵了 好那哥德爆出大量的哥德護衛隊 哇這個城堡95%沒蓋好 然後還被抓掉啦 哎呀這個城堡貪心了 沒有先蓋好再來蓋這個啊 哇這個城堡很大機率會白給喔 哇鞭子兵出來 那怎麼辦呢 好那現在哥德一個無鬆 直接貼著對手達魯皮圖前進 好皮圖被哥德護衛隊追到不要不要的 無鬆別開射 點點 喔欸這邊有洞啊 哇哥德護衛隊直接衝了進來 在這邊大傷四發 哎呀很傷很傷 哥德護衛隊完全不怕這個箭矢傷害的 哇那這邊鞭子兵開出了 鞭子兵 那這個鞭子兵呢 他的效果是有一個蓄力傷害在的 像那個馬上清裝奇幣一樣 是有蓄力效果的 好來看一下這邊兵一下 哎呦哎呦很痛很痛 兵一下兵一下 好村民直接拉過來 硬想蓋 但是蓋得起來嗎 哎呀 拉了一些鞭子兵加村民 但是也沒有蓋起來 然後家裡依舊在BBQ的狀況 村民樹已經剩下69 96隻 而且村民樹要慢慢反超了 哇還在被除 到處都被這哥德護衛隊騷擾到了 這個城堡98%蓋不起來 哇 巨虧 達魯P圖是不是要被一波帶走了呢 但是哥德爾這邊是到城堡時代而已 城堡時代就開始直接抱著哥德爾匯衛隊 打的時間胎名非常非常不錯 所以達魯P圖這邊是先上到帝王時代 但是由於到帝王時代沒有先出兵 打了一個帝出胎名 還算不錯的一個效果 好那來看一下這個達魯P圖的 鞭 鞭鞭兵能不能打出一片風采吧 好那這邊彈到學服下了 要來加強這個 箭矢的準度 好三級一攻三級一防都點好了 鞭鞭兵能不能打贏呢 好這邊直接硬上 哇靠這個血量掉很快 但是鞭鞭兵的數量有點少 打了第一波之後 後續傷害更不太上 大量各種部隊直接驗了上來 然後直接開拆TC 完蛋 鞭鞭兵數量還是要夠大才行的 OK鞭鞭兵的攻擊力點滿了 化學點下了 好鞭鞭兵直接再繼續敲 看能不能敲出更多東西 看起來是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有點困耶 好 哇更多的村民在這個TC下 這個TC只能裝20人 哇那這邊多出來的村民 可能要一直跑了 各種各種各種霧露隊 過來了 怎麼辦 家裡的TC大量的田 都不能撒了 肉量越來越少 哇 打魯PT會不會GG啊 這一波很危險 好這邊有城堡在防守 但這個城堡打開 都會對效果就是很差 會沒有非常好 好那這邊 到了高地 滴滴 傷害就會稍微減少一點 在這邊蓋TC 居然還被抓包 好 打魯P圖 村民 只剩下94隻 但是哥德這邊沒有在產村民了 全部把所有的肉 產成哥德護衛隊 做一波直接的前壓 但是打魯P圖 邊劍兵 在這邊發呆啊 哎呀 這多村民又要被塗了 右邊這裡也是 怎麼辦呢 好 右邊這邊蓋下城堡 想要來防一下自己的農田跟金礦區 但這邊這個TC90%沒有蓋起來 好沒有蓋起來 這邊可能會直接TC白給喔 血量越來越低 喔正面來看一下 喔正面邊劍兵 邊這個哥德護衛隊 還是蠻痛的 三級攻攻點下行攻向 直接打一波威力還不錯 直接邊死 好那稍微補充一下 這個哥德護衛隊 跟這個變尖兵 變尖兵他的傷害是 加13的樣子 還19 還蠻高的 就是加19吧 地下的攻擊是加19 所以只要打 打第一波的 那一波初期 那個傷害是非常非常猛的 所以這個只要數量一起來 這個哥德護衛隊 可能越來越來越難打 是很有可能的 好這邊哥德的中文發現 自己經濟那麼慘 是因為沒有點下二級目 跟這個輪手技術 馬上補了下來 好那更多的 偏見兵 在TC附近徘徊 要守這塊石頭 那這邊哥德護衛隊 拆建築速度非常非常快 現在是城堡時代 有加2對建築物的傷害 那這邊拆TC很快 哇一刀兩百多滴 好痛 好少量邊界民過來想要來編 但是應該是編不太贏 來看一下編一下多少滴 敢編嗎 你敢編嗎 要不要編一下 這邊修TC修得回來嗎 有點困難 好直接開編 哥德護衛隊 前面的單位已經被編掉幾隻 然後編了幾下光 往後跑 哇結果後面這裡還被繞了一波 哇四處BBQ啊 這邊挖死了村民 又被抓了一波村民術 降到剩85隻 正面邊界民直接用這個窄口 互打 堵住這個窄口 邊界民的第一招傷害非常非常高 瞬間打倒了很多的哥德護衛隊 但是後續還能再繼續狗活嗎 好像有點困難 這邊補下4級要來靠買賣一下 現在黃金有點多 1500黃金 好哥德護衛隊終於受不了了 要先把這個城堡給A掉 但是翻新自己A不太掉了 更多的邊劍兵回首 那就不能繼續硬A了 但是這邊還有一隊哥德護衛隊 直接來硬拆TC 哇塞 這樣子很傷啊 雖然打倒P2已經有三級射了 但是射哥德護衛隊的傷害還是非常非常低 所以沒有那麼好 好那哥德護衛隊又走路過來 又想要來A嗎 那這一坨邊界兵要回去守嗎 問題很多 這場的問題非常非常多 好 這邊又被淹了過了 趕快躲到TC跟城堡 防守防守 好那哥德這邊沒有再補村民了嗎 哎唷 再繼續補了 突然想想啊 這個打不下啊 還是要補個村民 好不然這個經濟太慘了 然後這邊有繞了一些村民過來蓋TC啊 那邊花人家的黃金 花人家的野金 好過分啊 好這邊直接上來要硬尻了 這個城堡能守得住嗎 但是這邊有大量的護衛隊被追殺 然後這邊邊劍兵也過來 大量的護衛隊看到了邊劍兵還在慘 還是要拉掉嗎 哇哥德護衛隊 太硬要啦 哇這邊大量的護衛隊直接被抓包死了一些 哇只剩下兩個隻 這個邊劍兵喔 瞬間融化能力還算不錯的 好這邊邊劍兵 稍微跟他跳一下Disco 你往前我就會後退 你往前我就會往前 你往後退我就會往後 OK這邊中了邊掉左邊的分隊了 好那邊劍兵的數量來到了三十幾隻 還有三十二隻 那哥德爾的話這次決定要往右邊打 但是右邊這裡有城堡了 其實是不太好進攻的這塊區域 但是這邊有木牆 可能會找這個木牆來打 更好一點 好那村民慢慢補回到一百村 兩邊村民樹只差了十村左右 邊劍兵想要這次來進攻了 那裡面有個城堡 好這個進攻的效率可能不太好 好這邊果然是找木牆的地方開始打 那趕快補下這個十牆 防守一下 攻擊發大 發大發大 好哥德爾會在繼續抓這些坎士村民 那右邊這邊直接影尿 但是城堡在射 城堡慢慢射哥德爾會還是會扣險喔 並不是這麼的萬了 然後右邊這邊趕快再補下十牆 然後當然這個樹很危險喔 這個樹只剩下二十幾喔 這會挖出一個洞來喔 你有意識到嗎 你有意識嗎 哥德爾有意識嗎 哎呀 哥德爾沒有靈性啦 這個挖成一個洞啦 那就這邊撤退了 有點可惜 好 邊劍兵過來 看到這邊萬人挖金 來鬧一下 這邊哥德爾趕快圍下一大堆的房子 想要阻止他 蓋起來喔 但是這個速度效率有點慢 好 左邊大量哥德爾會對 欸 靠魚啊 你怎麼在我家這邊 蓋TC偷挖 趕快拉臨 大堆哥德爾會對直接上來硬尻 好 唉唷 這邊投車 居然有出一台 這應該是出 一開始前期出的那一台 好 這邊直接拆掉 哥德爾會對 直接無視家裡的兵劍兵嗎 不敢打 今天他也知道 這個兵劍兵 是不是讓一躲起來 直接打一波 直接會白給而已喔 現在還是要先把這個 哥德爾會對 直接送到對手家裡 或是直接來拆TC 效果更好一點 但是家裡的話 完全守不下 那點下了化學 跟一擊 光兵鎧甲 看來是要來出這個火槍喔 火槍打 邊劍兵的效果就非常好了 因為火槍對這個步兵 是有外加成 那打這個邊劍兵 效果就非常的十足 好 左邊的TC已經掉了 大量的哥德爾護衛隊 已經念了過來 那這邊 哥德爾也要繼續出 護衛隊嗎 好 大量兵劍兵在裡面 撕虐殺了非常非常多的村民 村民速度已經剩下了 快要剩90村了 哇 兵劍兵打村民的速度 非常非常快 只要編個兩下 就躺在地上抽了 欸 好像三下吧 應該是三下 好 來看一下 這邊兵劍兵打村民速度不快 來 第一刀 哎呦 直接半血 哎呦 好痛 哇 原來是地下充能完之後 再編個兩下就抽了 哇 這個傷害非常非常高 好 但是火槍出來了 開砰 哎呦 炮槍 OK 好 就掉了村民 但是這邊兵劍兵打的 傷害是很高 在裡面繼續再進行的肆虐 但是家裡 哥爾德霍隊已經點了過來 而且右邊有人在偷挖木頭 這什麼意思 好 哥爾德霍隊進來之後 邊劍兵這裡有一籌 過來防守 能守得住嗎 打入皮圖的經濟 本來好不容易又起來了 但是村民速又要再慢慢減少了嗎 村民速剩下115村 但是還有再出去出村民 好像問題不大 而且邊劍兵還在出 好 邊劍兵過來防守 應該沒有問題 但對手家裡 哥爾德對這個邊劍兵還是沒什麼責 好 是要趕快把這個火槍兵 打回家裡防守 好 左邊這裡有一拖 邊劍兵也是順利收掉 左邊挖金黃村民 欸 這邊沒有抓到 哥爾德護衛隊的位置欸 居然直接走掉啦 哎呀 很危險欸 這邊村民等一下一回頭就會看到啦 好 這邊大量的邊劍兵走得過來 是有看到的意思吧 應該是有看到的 這個距離應該是一定看到的 可是哥爾德這邊可能是按這個 助手 陣型 所以他才沒有去攻擊 好 大量邊劍兵過來 直接防守 來 硬尻尻了 哇 靠 直接蒸發 哇 全速倒地 三秒鐘 這個哥爾德護衛隊就沒了 好痛啊 這個邊劍兵 好 點下了真兵技術 這個烏茲鋼還沒有點 但我覺得沒必要點 這個烏茲鋼所以可以無視對手的鎧甲 那我是覺得遇上斯拉夫啊 或條盾這種文明的時候 再點就可以了 那平常的情況下不去點其實也沒太大差別 看他本身 呃 如果對方是打騎士的話也是要點 修正一下 那對方是打哥爾護衛隊的情況下 其實不點我覺得蠻能理解的 因為哥爾德的防禦反而就沒那麼高 近距離防禦的一個能力喔 比較低一點 看來那個防禦有只有2而已 所以點這個無職槓去為了換這個2防 這樣意義太大了 好那大量的火槍過來 直接開 瞬間三段戰法 直接射光這些邊界兵效羅非常的好 果然喔 遇到步兵就是要火槍喔 直接開射 好後面更多的邊界兵在後方騷擾村民 反正面的話 這個火槍喔 還是蠻難搞的 那這邊要怎麼 欸這邊點下了無職槓喔 最後還是有點 火職槓點下之後 打這個火槍的話 效果又更好一點了 雖然好像也沒好到那裡去 頂多無視5點防禦力喔 然後如果點3防的話就是 欸 4點 4點防禦力 好那裡呢 銀罐都點下啦 哇銀罐點下之後是要打大象啦 因為打我皮圖的銀罐是可以讓大象的血量 可以每分鐘回血20滴 還算一個不錯的一個能力 那這邊點下防禦之後 點下烏茲鋼 感覺這個烏茲鋼是要給大象用的 並不是要來給這個 邊界民用的 好那這邊大量大象看來在出了 好大象 毛象夫 攻擊12加4 但是 其實哥德已經快沒呼吸了 村民只剩42村 基本上只能靠這一堆火槍在防守 但是火槍的跑速實在太慢 WP圖這邊只要瘋狂分隊 一直在四處騷擾的情況下 根本沒辦法採支援 然後只能用這一坨火槍手 而且火槍的話經濟也快跟不上了 要趕快把這個村民拉起來 所以這個村民術非常非常少 導致這個火槍的數量不能再多 那這邊經濟很慘 哥德能不能再戰呢 哇這個烏茲鋼 點一下之後 點一下 唉唷兩刀死了 好猛好猛 威力非常的誇張 好大量的大象直接出現在哥德的眼前 直接傻眼 打下了GG 是我看到這一頭我也會覺得很絕望啊 你只有火槍然後遇到這麼多大象 怎麼打 好來看一下 哇靠這個 雙方互殺村民的術 的村民術有夠誇張喔 雙方都殺到超過100人耶 來看一下兩邊的經濟發展 那我們就講前期就好了 因為這個前期喔 這個兩邊的經濟選擇是差蠻多的 你看這個經濟 所以達魯匹圖是已到封建時代 就馬上點這個伐木技術喔 但是這邊是點到城堡之後 再點下伐木跟一級農田 那一級農田 到了點下城堡之後再點 我覺得是OK的 但伐木是一定要點的 到紅店一定要點 不然真的經濟差太多了 來看一下這邊經濟差距喔 兩邊經濟差距 哥德爾的話只有木頭贏 但食物的話 達魯匹圖整整贏了兩 贏了一萬喔 快一萬了 哇你看就知道前面這個農田耕種技術 其實也是很重要 還有這個輪走 增加這個村民的跑速 可以讓你的農田的運作效率更好 還有這個伐木 那瓦礦這些也是喔 好 那我們來看我們剛剛說的 城堡時代這一段期間喔 看他這個經濟差距會差多少 好這一段時期 大陸P2點下了伐木 還有輪走 那到城堡時代這一段期間喔 他這個經濟 黃金就贏了一千喔 那其他都是小贏 就知道這個贏一千支援是什麼意思喔 就是直接贏了可以上帝王時代的支援的概念喔 大概是這樣子啊 簡單來講是這樣子 所以前面這個經濟差距來說 我覺得這個算是封建蠻關鍵的一個小細節 如果你真的要變強的話 千萬不要忘記這個雙面斧 還有這個輪走 這個非常非常關鍵 那到了後期 好點下之後 我們來看這邊 好點下了手推車到帝王初期這一波喔 你看這個經濟 經濟量越拉越大 三千 直接贏三千實物 然後黃金還贏八千 三千實物跟八百黃金什麼意思 可以點一個帝王時代 然後可以出快要三十隻的肉碼 大概是這樣子喔 這個經濟差距真是蠻誇張的 而且這個石頭也多挖了一千二 所以大陸P2這邊經濟來說 是贏在經濟上喔 但不然他如果前期經濟沒那麼好的話 很容易那波帝王初期喔 很容易被哥爾帶走 但由於他前面經濟細節做得很好 所以可以讓他邊見邊繼續量產 然後再繼續出春運 把這個經濟補回來 然後後面再打出自己的優勢來 這是相當關鍵的一件事情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